另一方面 民进党今天下午特别举行了党团大会 讨论到底是否要让江仪化上台实证报告 党主席苏贞昌也亲自出席了这场会议 部分立委主张不应该让江仪化上台 但是也有人要求行政院长江仪化必须道歉 各种意见都有 民进党团最后决定 灵活运用各种策略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杯葛到底 立法院即将开议 民进党团磨刀祸祸 准备拿行政院长江仪化开刀 究竟江仪化是会依照惯例鞠躬上台 或者先道歉再上台报告 还是接受立委质询再道歉 我个人是认为说让上一话有上台讲话 才能彰显这个对立法院的尊重 有道歉才有还行 才能够跟立法院互动 才能够上台报告 除了要不要道歉外 还有其他的杂音 都是冲着江仪化而来 道歉只是条件中的一项 如果让你上台发言你首先也要道歉 但是绝对没有只有道歉就让你上台 这么廉价的事情 江仪化院长先说准备好了 因应没有王院长的立法院 那立法院也准备好了 没有江仪化的行政院 各种意见都有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更是不把话说死 而是卖了个关子 大家都非常的积极面对现在 马英九的违宪乱政 认为民进党会有相关作为 但怎么样子 什么时间都由党团这边 审时度势来进行相关的作为 保留策略 弹性运用的空间 长达好几个小时的党团大会 只有一个默契 就是背个江仪到底 开议的第一天 民进党势必会让江仪碰得一鼻子灰 有点TV张崇明 朱祁鱼台北报道